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狂追猛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回來 網友Bobo 說 這隻牛可能已經受夠苦 這個司機幫他快點完成今世 然後再去投胎做回人 你可以用這個想法 大把神怪節目都是講類似的東西 這樣就任你講的 但在現世裡面你的司機是不小心 這隻牛也死得很痛苦 還要磨碗的早就慢慢死 你說即場死了也好好的 好 但現在我很關心 那這隻牛會不會吃呢 不肯吃就浪費了它 不吃吧 應該就不吃了 好了 我們講講這裏 廣西有國慶集會 其實有片也有照片 我不用拿這些片也不用拿得上 免得播這麼多 其中在國慶前夕 就出現了踩日本旗信國旗的活動 還要繼續玩這些 在918 有一件很慘的事情 老實說 政府是要官方出聲的 你有沒有做 不要緊 你在這個時候一定是要 其實這個不是叫做 講普世價值 那時候是一七不講的 但是這個真的 真是普世 那小孩子有什麼罪呢 好了 社交平台X 在11號開始流傳的影片 在廣西南寧一個廣場 9月30號晚 國慶前夕大批民眾聚集活動 其中有民眾 將一張日本旗貼在地上 並寫上主人請擦腳等等的字眼 旁邊有男人 就拿著五星旗 那些民眾 呼籲民眾上前踩日本旗 然後就 送一支五星旗給他們 那些民眾當然去排隊踩 排隊那麼搞笑 所以老實說 你說這些是什麼教育呢 什麼教育 手術教育 所以老實說 人類仇恨 就真的 真的 沒有斷過 但是我們作為 這一代人 我們想下一代 究竟生活在一個什麼世界 我們當然希望 生活在一個沒有仇恨 充滿愛的世界 隨著他成長 去慢慢建立他獨特的人格 和思維 如果一個 有些 啊 啊 怎麼說呢 過猶不及的話 會變成一個 膠 左膠 因為世界的確 是沒有辦法的 的確有人 沒有辦法的 佛也有課 像你所說 有些 但是我們 總不能夠這樣去培育 那些人說 在潛意識裡面 而最好笑的就是 終然是這樣 每天去排隊拿美國 美國Visa 拿日本簽證的 多的事 不要說 不要說美國Visa 你用了那部電視 也不知道是不是Sony 多的事 所以這個民族呢 真的很有問題 這個民族 好了 這件事呢 昨晚 瑞士警方宣佈 說實話 他們的國慶活動一圓 國慶一圓 立即撞死了一隻 叫做加持的牛 如果這樣 就多不老禮 你連牛都不老禮 那些什麼文明之光 那些死大了 文明之光的馬 這隻牛這麼巧 叫做加持 加持就是自己的老爸 然後撞死了 是啊 即是自己的老爸死 你真是好禮不可禮 是啊 好了 喏 當地一名中國籍男子 在瑞士 蘇黎世 哇 這個簡直是人間盛景 胡光山色 是不是 加持是自己的媽媽 是的 但是你不管了 他本身叫媽媽 就撞死了 是啊 有一個中國籍男子 在蘇黎世 瑞士 跟你沒有什麼仇華 用利器襲擊三名兒童 被警方當場拘捕 蘇黎世 司法 和內政部 檢察辦公室 聲明 這個男子 是2023年夏天 即是去年 而已 就去到瑞士留學 啊 那麼 蘇黎世 已經向法庭 申請調查拘留 你問 這個當然是個別事件 也是 嗯 是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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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真的 是誰的 你不懂得說的 在大陸是這樣的 專門向小孩 是的 賣手 為什麼呢 小孩沒有得還多 你不能對我嗎 你對我 當然你可能會得手 但是如果你一對我 不用我還多 打死你 大人 喂 叫你們兩個 臭蟹 我還給你這樣 智慧還擊 我叫你們兩個 我從小到大 叫你們兩個 欺負小孩 打阿婆 我最認識 嘩 人家大隻佬 你沒有打阿婆 是小孩 好像剛才 大王那樣 對不起 我叫阿俊 我叫阿俊 喂 小孩 小孩 你不懂得說 這三個兒童 跟瑞士兒童 是他托移中心的時候 預責的 三個兒童是五歲 這些新聞呢 我跟你說 你上網 有報道 不算多 為什麼 大家明白嗎 OK 不說 好了 又是中心職員報警 好了 作案後 這個23歲的中國大陸公民 立刻被警察 逮捕 根據瑞士媒體20分鐘 引述蘇黎西電視台的消息說 疑犯在蘇黎西大學 攻讀碩士學位 同學說他平時沉默寡言 不多跟人聊天 經常自己躲在公寓裡面 社交平台顯示 疑犯就叫做 you are friend 先前就讀西南大學 是外國語學院的英語管科生 去年六月畢業 現在讀在瑞士讀碩士 蘇黎西電視台進一步調查發現 疑犯在犯案前的幾分鐘 幾分鐘 應該用手機 在instagram 發表了 擁場的文字 的post 當中形容他對一名女生性幻想 和他撥起的狀況 更加聲稱兩個人在同一把傘下面 度過一小段時光 根據這個post 他就稱呼 相對著是中國西南大學的共青團 支部的書記 好了 跟著 他就寫著自己是多深愛共產黨 多深愛造國中國 也都多掛念人在國內的妻子 屌你有沒有 這個是跳了制的 又在說 屌你哪條西南大學 屌女多深度美好 時光又掛著 當然人男人是可以這樣的 但是最重要是他就說 愛國多愛黨 好了 在post最下面寫著 國慶節快樂 並貼上三個五星期的符號 再配上洪哥的歌詞 然後呢 就做事了 小子和小子 就對那些小子 三個五歲的小子 那 那 那 20分鐘這個節目 引述蘇黎世報的報道說 這一類攻擊又同 向小孩懲空的行為 在中國 越來越多 疑犯多半是二十幾歲到四十幾歲的男子 9月18日 9月18日 紀念當日 位於深圳市南山區的深圳日本人學校 就是一個十歲的學生在上學途中 遇擇受傷 後來傷寵不治 OK 一單一單又一單 和你剛才我們接到一開始講的 仇恨教育 坊間民間自發的 學校的 電視台做的那些 是的 多漂亮殺鬼子 是的 有沒有關係 叫那些 叫那些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那條片 叫那些 很多鬼子的稻草人 叫那些小子 拿刀上去刀 真是瘋狂 好 今年 早過兩月 澳洲有一宗 用熱咖啡 綠BB 案 講過 現在就曝光了 OK 又是中國籍男子 而兇 認識他的華人說 這個 中國籍男子 在Facebook上面使用的名字 叫做 Yu Hang 被網民認出之後 他就馬上刪除了Facebook OK 為甚麼呢 他是夠時間離開的 喏 有自稱認識他 因為爆料了 澳洲華人說 這個人也是怪怪的 長期拿著學生簽證 在肉廠打工 後來肉廠說 我不要學生簽證的學生了 你要是 是呀 Working holiday visa 於是他 喂 沒辦法 唯有走 走的時候 他打算報復一下白人 但是 又不敢報復大人 更加不敢報復移民局 就向無辜小孩下酒 沒有膽肥 喏 當日 那個BB 和他 那個BB Luca 喂 坐在咖啡店裡 你怎麼會不會為意到 他拿點熱咖啡 其實熱咖啡 這麼熱也好 這樣撥出來 對我們來說 都不會很大傷害 但對BB 就很嚴重了 現在 Luca的 爸爸和媽媽說 OK 其實現在 雖然他做了幾次手術 出院 但是 都會面臨中心疤痕 和傷害 不要緊 我一會看看 會不會有機會 我寄了一瓶 漢巴石給他 是幫到手的 警方說 這名男子 是從2019年開始 用Working holiday 和學生簽證的新聞 在澳洲生活 在昆士蘭 在維多利亞 多個地方住過的 也曾經在肉類加工廠做事 他案發第二天 就馬上開車 去新威爾斯 新南威爾斯 然後8月31日 在色尼機場 逃往海外 應該是 經香港 來香港 警方說 澳洲警方說 這個男人 在澳洲沒有家人 和沒有飯桌紀錄 他的身份 是他走過後 才確認他的身份 那麼搞笑 那如果不是 就趕快抓了他 出不了警 OK 你了嗎 喏 昆士蘭警察局的代理局長 就說 警方全力追捕 這一名嫌疑人 一定要有 其他國家的配合 我不知道是不是回來了 香港 都回到大陸 Luker的媽媽就說 希望正義能夠得到心傷 我就是想說連續幾宗這樣的事情 你那些外國人會怎麼看你呢 這些不是 真的不是單一事件 是啊 剛才那個蘇黎細鳳已經說 一單又一單 一單又一單 然後在日本 經過我把口說的 都有兩單 十幾歲的Teen-Ager 喝大酒 開車撞死了兩個人 還有上次 在學校刺死過日本年輕人的那單 是啊 是的 再加上之前 刺死 刺不死 胡佑平 有個異人 胡佑平擋住那個 一單又一單 那你怎麼搞啊 什麼強國啊 是很強 好了 這一單是個奇案來的 那就快點說吧 英國爆出一單 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的毒殺案 這個港人醫生 是做醫生的 姓慣的 因為叫做Thomas Kwan 很明顯 香港電音 涉嫌在今年的一月 易容 易容啊 化妝啊 去去老母 梁慧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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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ny 的家 那麼 為俄稱自己是社區護士 為他媽媽的男朋友 Patrick Patrick Ohawa 打新冠疫苗 而那次其實不是疫苗 是毒針 OK 好了 那麼 那麼 看看案情 這個Thomas 是新特蘭 一間 叫做Happy House的診所 的合夥人 兼夾執業 全科醫生 全科醫生 那麼 那麼 他在今年 1月22日凌晨 OK 他呢 就用一個臨時手機和太空卡 就向 他媽媽的男朋友 Ohawa Patrick Ohawa 發個短訊 就confirm那個疫苗接種的預約 到那天 他開車去扭卡素 一個人 入住了Pimer Inn 閉路電視 拍到他 在酒店裡面 很平靜地吃早餐 兩個小時之後 他再次離開酒店 因為看了CCTV 那麼呢 他們衣著打扮有所改變 穿著長衣 頭戴冷帽 在酒店大堂離開的時候 然後呢 手上戴著藍色的手術 手套 其實你穿著這樣 在酒店大堂也有點古怪 對 戴上 醫用的口罩 跟著背包 到1月22日 10點 他去到他媽媽的家 就說 他是護士 他媽媽 阿Jenny 和他媽媽的兒子 Ohawa 竟然認不到他 自己兒子認不到 真是古怪 之後呢 Thomas呢 做戲做全套 先從Ohawa身上 採集了尿液樣本 然後 貼迷 Label 接著放進袋裡面 接著媽媽 在這個時候入房 說擔心自己血壓 於是 Thomas會去檢查 當時他竟然認不出兒子 這麼搞笑 到 Thomas跟著就跟Ohawa說 要跟他打新冠加強針 Ohawa就說 喂 我兩三個月前才打完加強針 但是Thomas就說 不理會了 一定會打的 不理會打 誰知道針一打下去 他就很棒 Ohawa就覺得劇痛 不知道是甚麼針 劇痛 關南就說 這個是正常反應 不用擔心 之後呢 他去撿東西走 但是最後呢 實在太痛了 於是他入院 醫生即場 就跟他切了一大塊壞死的肌肉 Oh 我讀都不太讀 你想想 如果我們看那些 沒有影片 就是了 一動即死 是啊 一入血 見血封喉 即死 好了 警方調查後呢 很容易 那當然 那當然 拘捕了關 這個Thomas 在家裡發現電腦 發現他戴著假髮 連著假鬍鬍鬍的自拍照 也都找到一張身份證 那後來呢 他承認 他承認 他使用這個有毒物質 但是就否認謀殺 還有故意嚴重傷害身體 那麼 那麼 根據現在的調查 一般來說 似乎他是擔憂媽媽會把遺產給了一個男人 那麼 其實你想想做醫生 對吧 對 那個媽媽 那個男人也不是說什麼 那個男人和他媽媽在二十年 他都在一起了 都不是說搞兩搞症的 是個老伴來的 對 對 你想想還要自己下手 做個毒不冷死的那一式場 對 他這樣 還說專業醫生 那就糟了 休息一會